大概睽違了三年吧 经过这么多年的累积跟沉思 我们其实陆续的听到 无科群释放了非常多的单曲 跟一些影音在网络上面让我们知道 终于终于呢 这些单曲要集结成一张正式的专辑 要来发行了 但我觉得今天的访问真的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跟他就是大概前一阵子遇见的地方 都是在比如说海边啊 或是溯溪的场景 对不对群哥 没错 让我们欢迎无科群 Hello 韦玲好 大家好 这个感觉特别的奇妙 我也觉得很奇怪 在录音室里面 我真的没有在工作上跟你遇到过耶 对我们上次在溯溪嘛 然后在海边 对 对 对 而且我记得我还有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们在溯溪的时候 你走在我前面 然后你完全就是把 你想要呈现的那个理想 时间在你的生活上 因为我还记得你穿的那件衣服上面写着 只要那个我姓 为什么我认命 但我 我姓命但我不认命 对 我姓命但我不认命 我记得很清楚 你知道搭配你那个硕西的背影 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好有斗志哦 我们在往上爬耶 对 终于这张专辑 其实我觉得也是带着这样子 热血的心情 然后它终于要在8月7号 也就是明天 准备要发行问世了 那这张专辑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哦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叫做 你说我听者的社会影音小说的计划 其实大部分的创作歌手 在完成一张专辑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点式的完成 或是线式的完成 但是我觉得你这张专辑 是让我感觉非常的完整 你是做了一个点线面 不管是你的创作 然后你在里面的内容 你的歌曲 甚至你还搭配了影音 影音不是所谓 对我们平常看到的MV哦 是你在这个 这个歌曲当中的 故事后面的背景 你为它特地做了一个访问 对不对 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 关于这张专辑 因为我其实在 写歌很多年 我一直在想 写歌到底为了什么 其实最想要表达的就是心声 对 那我就觉得 心声有时候不是 只能写自己的 对 以前写了很多自己的 为什么不去寻找 更多动人的心声 所以我借由 不管是跟王建民 讨论他的后进 然后跟贾静文 然后可能跟林书豪 还有很多人 在讨论 他们面对的生活的态度 每一个讨论不同的主题 有人讨论后进 有人讨论如何去爱 也有像跟林书豪在讨论 这世界有公平吗 对 如何面对别人的歧视 或者是打压的时候 你该怎么样 站出来 所以很多不同的主题 然后我找到了最珍贵的心声 我再一步一步的把它写成歌曲 是 对 这个当中啊 这张专辑可以说是 我觉得自己做过质量最重的一张 因为我承载了很多人的心声 我很像一个信差一样 对 就可以把他们的心声 慢慢的变成音乐 而且也因为这样 我在做这些音乐的时候 不再有限制了 对 想象的空间更大 然后也不再有 以往我们在做专辑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我这次曲风是什么 对 然后我要表现什么 嗯 可是 慢慢的你会变得 只是在表现主意 可是却没有在 真心是什么 当时做音乐的时候 好像有个目的性在 对 对这种感觉 但是这一张专辑 其实你真正的 刚开始会有一个 这样子影音小说的发想 其实就是因为 你想要传达的 这种信念吗 我其实因为 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 不管抖音啊 IG啊 对 我们有很多东西 就是15秒 让你很快速的 没错 你狼狼上口的音乐 嗯 嗯 其实 小时候我也做很多这样 嗯 对 你说没关系 垂胸的 还有更早 大舌头啊 是 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 可以catch in 嗯 就是抓住别人耳朵 可是 这些东西 我找不到 呃 现在要去做的意义 是 然后我就觉得 我其实在拍电影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 体会 嗯 拍电影的时候 跟演员之间 你在镜头的后面 或者是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你会看到某一刻 对 他的心房会打开 嗯 哪怕只有一下下 嗯 大部分 那个心房打开的时间很短 嗯 可是那心房会打开 大部分是因为 你自己先打开了 嗯 对 你让他看到你是没有防备 然后真的打开了 他会愿意 是 然后我觉得 那就是最迷人的时刻 其实我们 创作 拍影片 然后 写歌 所有人都在找这一刻 打开的 时刻 你会听到心声 看到不同的 呃 表情 嗯 态度 对 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我不 把写歌这件事情 去寻找 嗯 每一个其他 我觉得很迷人的心声 其实这个moment 真的是 很magic moment 是 那是一个最真实的moment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平常都要面对所有人 那你可能会 衣装自己 你会化妆 你会有一个包袱在 是 但是有没有真的 你很专注 你只有 在你自己的世界 或者是你面对一件 你很热爱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瞬间 你是打开的 是 你会完全忘掉那些外在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呢 很多人呢 真正能够 呃 继续下去好了 嗯 然后 继续生活下去 跟着生活摩擦 然后继续 走下去 其实是因为这些moment 是 但我们大部分很少去探讨这些moment 我们不停留了耶 对 我们大部分就是让自己嘻嘻哈哈 对 然后 就过了 对 过一生 剑动15秒 过了 笑一笑 过了 对 然后感动的事情 OK 哦我我最好一分钟之内可以看完 然后这感动的事情 哦就是他救了一只猫 然后 哇那猫回来找他 对 就是 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人生的全部 可是其实不是 嗯嗯嗯嗯 真正能够让我们支撑下去的是某一些真正的灵魂爆发的时刻 嗯嗯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这很值得传递 是 然后我就去寻找 嗯嗯 那我其实在拍整个影音小说的时候 我几乎都有找到跟我对话的人的那一刻 嗯嗯嗯对 那个magic moment 我觉得哦我有拍到 其实我们在现场我就会知道我这次有没有拍到 对 然后进姐姐室的时候 我的剪接师会剪到哭 哇哦 才交给我们 他就说我看了这个我很感动 真的是要先感动自己才可以感动别人 对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说 你有发现对不对 他这一刻他真的很真心的在分享所有的东西 对 其实 里面因为 不管跟王建民啊 你说好很多人我并不是多熟的朋友 是 可是 当你真的去 讨论他在意的事情 嗯嗯 他相信的事情 然后你真的很有兴趣的事情 他会 跟你侃侃而谈 哦我看到你那个影片那个林书豪的眼神 在讲他过去的所谓成功 所谓面临挫折 然后他跟你分享这些过程 其实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这么成功的球员 他要去分享他在困境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已经快要哭出来的这种感觉 其实那时候 因为我跟他拍摄的时候是在去年 我认为他那时候是很艰难的时候 所以他很辛苦他很累 那个累他自己有讲 他觉得他很累 其实我认为那是心累 而他真的愿意分享 他想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件事情 我认为他那时候在过程当中 然后你看到他现在在北京守刚 然后在打球 当篮球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 他又继续在场上的时候 他的笑容又回来了 这跟我王建民其实很像 就是你问他的所有事情 最终能够让他找回那个眼神 因为眼神很难骗人 那个初衷的快乐 然后那一道光的时候 就是他握着棒球 哪怕是去教别人棒球的时候 而这些东西才是我说 他可以真的让一个人活一辈子的撑下去的 然后其实分享这些就会很希望 其他人去看到这个影片 或听到这个歌 或知道这个故事 他会慢慢的找到他能够自己支撑的 支撑一辈子的某些事 是 其实像我想问一个问题 像其实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是已经到了一个传达你自己的信念 甚至是把一些人 其实你挖得很深耶 把这些东西用一个具体化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传达这个概念 但是在你以前有曾经想过想要做这件事吗 有没有曾经 我其实我很早以前呢 在大概四五年前我就有想过 能不能跟别人对谈然后写歌 因为写歌会有一个moment 你会全身起鸡皮疙瘩 然后手心冒汗 你就哇 我好像写出了什么 有了有了 这样中了 可是一张专辑里面十首歌 有时候不一定每一首都会 你大概会有两三首会有这种状况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要跟 不一定是名人 也有很多可能是素人 也有很多素人嘛 然后他们去讨论 然后去找到那一刻 那个起鸡皮疙瘩的时刻 然后写下 是 然后真正去能够做 我觉得也是因为拍电影过后 然后我也经历了一些低潮也好 然后经历了一些失去 不管是失去家人啊 生命啊 那些东西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 苦痛背后你才会寻找意义 对 当你经历过苦痛 你会寻找意义 是 我还 哇 我也可以看懂 别人 对 然后也可以看懂自己 然后那些感受力变强了 我才能够真正的完成 你说我听着这整个计划 是 其实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各种文化 呃 这个呈现给我们东西 通常都是非常的素食的 你可以马上 你就知道说还要什么 可是他给你的东西 通常都是非常浅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我听了你这张专辑 整个感觉会让我觉得 呃 一般我们就是好像在吃素食 但是呢 你给我们了一道 就是一整套的法式料理 的感觉 他需要 你每一道菜不管是前菜甜点 中间的主菜 你每一个都是 非常的用心的去制作 而且每一道菜 你都是都值得你去 呃 深深的体会 甚至它有很多是 甚至呃 让你可以 助流 然后让你可以回味 甚至去反省 甚至去思考的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 其实讨论的是很深 但是也是很值得细细去听很久的一张专辑 我自己 因为 在跟唱片公司在讨论啊 嗯 他们也有说 他说这些话题有些东西太沉重了 对 太深刻了 是 对 然后 大家喜欢轻松的嘛 嘻嘻哈哈的 嗯 然后 我其实没有 我没有觉得那样不对 对 对 可是我是觉得说 人都要做自己相信的事 是 那现在 这个就是 所有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 有很多的讯息 那么多的讯息 但我希望 不管是一张专辑 一个实验 嗯 它是很多年以后 大家每一次看 嗯 因为你会在不同的时间内 看到这些东西 对 然后你会有感触 嗯 甚至能够 开始思考 反思 那我觉得 哇 那就够了 是 说你是 有一点点反骨也好 你也不愿意去跟着 我们现在素食文化去做 但是呢 其实 你做这件事情 传达是一个理念 一个信念 其实这件事情是 希望可以对社会造成一些些 如果可以的话 有一些非常影响的 可以跟所有听众 是产生一些共鸣的 里面其实有非常多首歌呢 都其实是讲跟这个社会 基本上就是一个 希望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一个 社会议题的一个小说 真的就是一个影音计划啦 可以这样说 明天8月7号 你说我听着呢 这个专辑就要正式发行了 里面呢 除了有这个十首的歌曲之外呢 也可以透过你的YouTube吗 可以看到这些影音的小说 对 可以看到每一个 在讲的 接下来在讲的是 若熙极限 在讲 在讨论 性爱之间 哇 真的什么都讨论到了耶 男女的情感 这个也蛮有趣的 也是素食爱情的一个概念 对 对 讨论人在性跟爱之间到底在寻找什么 嗯嗯嗯 这次真的每一首歌都挖得很深啊 最后我们又要跟听众分享一下 这些影音小说 还有什么样的 应该说宣传一下好了 在你的IG上吗 或是在你的YouTube频道上面 哪里可以看到呢 可以在YouTube上面看到 然后在Facebook上面都可以看到 对 那专辑的话相信大家 专流平台 对专流平台 都可以听到 都可以收听 我看到KKBOX也有上架一些你的影音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是也是都可以听得到了 没错 里面真的非常多首歌 包括现在是在听到的摩擦 就是你去访问 旁麦郎 旁麦郎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那个 我的滑板鞋 我的滑板鞋 摩擦摩擦 对 当时大家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这个人 这首歌 你是真的觉得好听 你觉得很洗脑 还是你其实觉得 很批判 其实 这个他们在影音小说的 这个YouTube上面 其实有一段 也不止一段 很多段 跟旁麦郎的一些访问 我觉得听听这首歌 然后听听这首歌 背后故事的意义 产生的因素 然后甚至他们访谈当中的 摩擦出的一些火花 其实我觉得都会让人觉得 是相当的深刻的 这个我看到文案上面写着 第二章 章节的章 即将问世 对第二章 其实我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原本 今年就要开始做 对 你说我听着二 是 对 那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会 停摆了一段时间 哦 但我之后就会开始继续做 还是会持续这个理想 跟这个灵灵就对了 对了 然后做的方式 可能会又跟 第一步的 有点不太一样 嗯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会有一些更新的 一些想法创意 反正 其实整个都是在做一场社会实验 是 所以这是我实验的第一次 然后我还有一些疑问 想要问的话 我会再去寻找 哇 太酷了 非常非常期待 你的第二章 即将要启程 然后也祝福你 你说我听着的这张专辑 明天8月7号就要正式发行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是 好 非常谢谢群歌 谢谢 谢谢五客群 谢谢 多谢 多谢 谢谢